10月29日老黄的RTX3070就要正式与大家见面了 虽然3070的公版设计已经公布了 但对于国内玩家来说 非公版的3070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近日国外媒体已经曝光了部分厂商的非公版设计 下面就跟着超级歌的步伐来看看 到底有哪些是值得期待的吧 首先是来自于国外厂商应用的非公版3070 目前它一共推出了两款型号 分别是i712X33070和i712X43070 从外观上来看这两款显卡的差异很小 正面都包含了三个散热风扇 但iX4其实在侧面增加了一个小型风扇 显得十分别致 不知道散热性能是否会有提升 规格方面与公版相差不大 都是2×8P电源接口 采用了三插槽设计 显存比例为1785MHz 整卡长约30厘米 但是在TDP功耗方面 印重的这两款3070均比公版多出了20W 然后是有着美国七彩虹著称的EVGA 目前一共推出了四款型号的3070 分别是FTW3Ultra XC3Ultra XC3以及XC3Black 在整体外观上 几乎以此前发布的RTX3080一致 都是2×8P电源接口 拥有三个散热风扇 虽然XC3保持了双插槽设计 但FTW3Ultra却变成了三插槽设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XC33070 还有一款黑色线定款 应该是专门为粉丝设计的 接下来就是GameWorld的凤凰系列 目前也仅公布了两款3070 分别是Phoenix和Phoenix GS 与之前的3080唯一的区别 就是3070的背板 由棕色变成了黑色 其他方面完全一致 均采用了2.7插槽和三个风扇设计 配备了2×8P电源接口 显存比例为1770MHz 其中Phoenix具有一个HDMI 2.1接口和三个DP 1.4A接口 说完了国外我们才来看看国内 目前华硕总共发布了ROG Strix Tough Gaming 以及Dior三款3070新卡 暂时还没有OC版本 在外观上这三款显卡 几乎和之前的3080系列一致 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三款3070的显存频率 均为1755MHz 看来OC版本势必会推出 而在其他方面也基本和购买一致 其次是来自七彩虹的3070 目前一共有ADOC Ultra OC 以及战斧三款型号 在规格参数上面 Ultra OC3070依旧是三风扇设计 整卡长约30厘米 重为1.2公斤 而ADOC比Ultra OC还多了200克 长度约为31.5厘米 至于入门级的战斧3070 现在看来几乎和此前的3080一致 并没有太大变化 接下来就是来自技嘉的超级调 目前仅公布了3076 AORUS MASTER一款型号 与其他厂商均不同的是 这张3070同时拥有三个DT1.4接口 和三个HDMO 2.1接口 看来应该是为多屏玩家特意准备的 最后就是来自于微信的3070魔龙了 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 这张显卡比其他厂商的3070都要大 虽然在外观上依旧采用了 三风扇设计 三插槽设计 显存屏列为1770MHz 但整卡长度却来到了32.3厘米 重量也达到了1.4公斤 更为罕见的是微信还专门为其配备了显卡支架 看来这张3070也确实够重 总的来说以上七大厂商的3070非购买显卡 在外观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 但在规格参数上与购买3070的差别并不大 如果硬要和自家的3080系列相比较的话 除了核心和固定接口不一样之外 显卡的散热外观和尺寸上 几乎都是完全一致的 这也可能是在说明 由于目前3080一直处于缺货的状态 如果对3070的外观节重新设计的话 肯定会花费不少时间不利备备货 所以厂商索性就把3080的设计 直接套用在了3070上 以此来吸工更为充足的货源 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双11来说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作为还没有抢到3080的你 也会退而求其次的选择3070吗 欢迎在评论机或者弹幕上留言哦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点相关的消息和科普支持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